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哥哥又要像小时候那样 先你被子了 无巧不巧 这话这举动被刚走出房间的邵阳听在耳里 看在眼里气不打一出来 便立即返回房间 哼的一声关上了房间门 睡梦中的凤九被惊醒了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不过云一倒是一副了然于胸的样子 如此他确认了邵阳是醋了 看来邵阳是真的喜欢自己的这傻妹子 可以撮合撮合 小丫头你醒了再不醒 天都要被捅个窟窿了 一眼宠溺的看着自己蒙在鼓里的妹子 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刚才什么声音 没什么事只是有人生气了 谁生气了 没什么你快些起床吧 我找你有事说 好笑的摇了摇头帮凤九关上房门 走去了大厅 几乎一日 邵阳没有跟凤九说过一句话 有病人来便问诊 无人便看起经书 不问不问 不管不顾 平常嬉笑的两个孩子 似乎也觉出了苗头不对 气氛诡异 窝在房间里 玩着从集市上买来的玩具 不掺和屋外的事情 小九 这邵阳是哪里人啊 看上去脾气挺怪的吗 云一似是无心的疑问 云一哥哥 你怎么突然问起邵阳了 凤九抬头看了眼云一 继续捣吃着手中的鱼 想着昨晚 邵阳没吃多少 想给他做个糖醋鱼 没有 就问问 我总得关心关心 我妹妹这几天 跟谁在一起共事啊 也好放心不是 还是云一哥哥最疼我了 嗯 我曾问过他 他说 他是从东边来的 无父无母四海为家 我来到这里时 他也刚巧来的 当时我要如准备开张 你也知道我三脚猫的医术 便贴了招聘骑士 恰巧 邵阳路过 想求个谋生 便接了告示 这不一共是便是数年 还救过我一命 对我蛮照顾的 从东边来的 东边哪儿 我也恰巧刚从东边来 说不定我还经过那儿呢 嗯 具体他也没说 我也没问 不过他好像不大愿意提起自己的身世 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再问了 小九 你喜欢邵阳吗 一句话 问得凤九愣了半天 忽悠想起了那个人 云一哥哥 你说什么呢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事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再爱其他人的 我心里已经没有其他人的位置了 如何再去爱别人 都是痴儿 云一轻叹一声 又问那你觉不觉得 少阳好像喜欢你 又是一愣 笑了笑怎么可能 他对我这么照顾 估计是看我一个人在这儿无依无靠 怪可怜的吧 晨曦和明曦都是后来才来的 先前都是我一个人的 嗯 是吗 可我就是觉得他喜欢你呢 他好像看见我和你在一起 就有点生气的样子 云一哥哥 你又拿我开心 你是我哥哥 他怎么会生气呢 我不要理你了 洋装生气的小凤九顺是可爱 转而说道 云一哥哥 你别光说我 你呢 你和我玉子姐姐怎么样了 什么时候 我可以叫他一声嫂子啊 这回轮到云一被噎的说不出话来 他和玉子并非是一言两语 就能说得清楚的 也许今生有缘无分吧 小丫头 果然长大了 居然敢调侃哥哥了 不过说真的 你告诉哥哥 你对少阳到底怎么的想法 我出游之前去过青秋 姨父很是担心你 并且已经寻好一门亲事 等你回去呢 他让我若遇见你 要好好劝劝你 既然抢求不得和不潇洒放手 才能遇见更合适的啊 云一哥哥的一席话 让凤九又想起自己的胡思乱想来 简不断理还乱 就愁未解再添心愁 何时势头 几年相处 少阳很好 可是自己已经有东华了 即便今生无法相守 也不会再有他人 云一见凤九不说话 便知傻丫头也是矛盾的 给点时间自己理一理 毕竟旁观者清当局者迷 对了 还有两小机灵鬼呢 可以探个口风先 这一天 少阳与凤九又是一句话未说 各忙各的 云一也是个雷厉风行的主 他从晨曦和明西那儿 知道了这几年发生的事情 当然这其中肯定包括些有的没的 谁让晨曦是咱老神仙的人呢 自己主子这番所作所为 不就是为了一个情字吗 几十万年不曾动心 好不容易动了个心 还一度搞得人家姑娘死去活来 生生用自己割断了狐狸尾巴 那场面那叫一个血腥 纵横战场的小仓河都觉得心疼 现在小狐狸的哥哥 在这儿旁敲侧击 问了这许多 不就是想帮他们一把 自己当然得出把力 日后若是成功了 丁薇那就不可以同日而语了 云一舅舅 我爹爹和我娘亲是吵架了吗 我看他们都不理我 也不带我出去买糖葫芦了 是不是晨曦不惯惹他们生气了 云一哥哥 我看九九姐姐好像有点不开心 都不跟我笑了 是不是明西做错了什么 惹他不高兴了 还有 还有 少阳哥哥也不跟我们说话 他那天说不舒服 是还没有好吗 两个孩子 两双委屈的小眼神 小仓和那小眼神拿捏的那叫一个漂亮 惹得云一哭笑不得 连忙安慰 没有没有 晨曦和明西都很乖 是他们有些事情 等事情处理好了 就带我们晨曦和明西出去放风筝好不好 不难过了 你们先玩 我帮你们久久把事情处理了 你们也好早些一起出去 摸了摸两个孩子 便着手思考怎么撮合这墨迹二人组了 早在云一决定去找少阳之前 四命早已来回过话了 主子有命 哪敢怠慢 一五一时的告知了自己查询出的结果 云一十四万岁上神 乃奉九殿下三亿母之子 极为宠爱奉九殿下 至今未曾婚配 听说爱母女娲族后人玉子上神 可爱于玉子上神身为祭祀神女 忽悠四海八荒 一生无姻缘倒也是一段孽缘 少阳听完又叮嘱了些事 便让他隐身回了九重天 云一觉得当务至极 还是想叹一探少阳的口风 想想少阳那富生人物尽的样子 倒吸了口凉气 可为了自己妹子还是豁出去了 便挑了少阳的门 少阳兄你有空吗 云一有些事想请教 少阳原本打算不搭理他的 还在纠结于念缘一词 可转念一想 小狐狸这么看重这位云一哥哥 自己倒想会上一会 开门 迎了云一进门 合适 你且说来我听听 毫不客气 直奔主题 进门是客 可少阳并没有拿出代客之道 连口茶水都没有倒 还是云一自己倒了杯水 自顾自的喝了口茶 说道 请恕我冒昧 敢问少阳兄觉得 我家小酒妹子如何 少阳没有想到 云一此番前来会询问 关于凤酒的事 不过回答得倒也稳妥 很好 那敢问少阳兄是否婚配 我婚配与否 与你何干 少阳并没有直接回答云一的问题 云一便不再绕圈子了 直直地问了句 少阳兄是不是喜欢我家小酒 你又是何人 为何如此关心凤酒 他的事情又与你有何干系 我 我是他哥哥啊 嗯 听到他叫了哥哥 不过是何种关系的哥哥 竟能亲密到如此地步 少阳明知故问 原来少阳兄关心的是这个问题啊 也难怪 小酒之与你说了 我是他哥哥 并没有告知你 我俩的关系 我和他是表兄妹 从小他跟我长大的 所以关系比较好 不过少阳兄 放心 我这个哥哥只会是哥哥 凤酒只会是我最疼的妹妹 少阳心里早就有了计较 放心 不知放心什么 我又何时不放心过 云一一脸黑线 心想 你倒挺能装 那我就不客气了 那既然 你不喜欢我家小酒妹子 那我有个不情之请 还望少阳兄能够帮衬一二 劝说一番 可是 实不相瞒 此次外出之前 我顺道去了一趟小酒家 他的父母已经安排了一门亲事 只等小酒回去合计 合计定亲事宜 昨日我与他提起 他似是不大乐意 我想着 少阳兄与小酒也相处了数年 小酒提及少阳兄也是称赞有家 想来若少阳兄出面劝说 小酒也许会略听一二 不知少阳是否可以出手相助 果然是一记猛要 只说少阳心底 白衣居然要给小酒定亲了 少阳苦笑 自己去劝说 可笑 难道眼睁睁地看着 酒儿嫁做他人妇吗 不嫁 自己线下能如何 说服不了自己 又如何去说服酒儿 抱歉 此时我无法应成 凤酒嫁不嫁人 该他自己决定 旁人无法左右 也不便插手 还是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 不悲不喜 这回该云义苦笑了 少阳定力不错啊 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还能如此镇定 这回我就笃定你了 既然少阳兄不肯帮忙 那在下便告辞了 拱手退出了少阳的房间 少阳在云义走后 想了很多 天命 责任 酒儿 从相遇到相识 到相伴 最后不得不分开 太多次的借口 太多次的伤害 既然这次跟随酒儿来了 自己又还在犹豫什么呢 自己根本不可能接受 酒儿嫁于他人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酒儿与他人成亲之日 便是他东华子辅少阳君成魔之时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